Hello大家好我是龙水 这期的视频是什么呢 我之前不是说过我喜欢日本的乡下吗 但是对日本的乡下 我也不是那么了解 就住过的乡下就只有住过 所以我打算去多看看多走走 那么这次的视频呢 就是位于东京东北方向慈城县的守谷市 我也带着相机去拍了它的各种景观 那么请大家也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守谷市的风光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已经到了守谷了 守谷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车站附近什么都没有 就这旁边有些停车场 我想找个吃饭的都没找到 去前面看看吧 前面说有一家幽默 我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里的停车费是一天500块 还可以 刚才看到有个停车场是30分钟110 然后上限一天是500块 那就是这边的停车基本上都是按500来算的话就可以了 到了乡下就很常见了 卖车的 那边一个马自达的 新车旧车都有 这里是新车 然后往那边的话 那头就是二手车 待会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辆红色的249万 白色的那个269 棕色那个244 白色那个244 红色那个251 这种乡下的话真的是 没有车寸步难行 你看前面特别远的地方 那边不是有个红利灯吗 如果东进的话 绝对不会这么长的距离 才有一个红利灯 虽然你们看视频的话 今天天气特别适合拍视频 但是我真的热 待会我们去超市里边 商场里边去看一看 车站走过来十几分钟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样板房公园 你们看这些房子 就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里头的 其实都是建造公司的样板房 你进去然后看他们的房子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就可以找他们 然后他们给你 就是帮你选块地 然后给你在你的地上 给你建造起来这些房子 当然不会这么大 但是基本上 你可以看他们的样式 然后这家 这家我觉得日本特别有名的一家 就是如果是中文的话 就稍微有些听着怪 叫积水house 就寓意上 如果翻译中文的话 我感觉有点怪 其实你们看一下 就街对面的这些房子 他们在这边 小乡下盖的房子 其实挺有设计感的 有没有有没有 尤其我觉得这个方形的 就是这个方盒子 其实设计的还不错 然后后边那些小房子 还有那边的 有一种那种小洋楼的感觉 好 我们到了这个商场 走 我们进去看一看 应该有些好吃的吧 有一家24小时的健身房 然后这里是一个留学中介 然后还有一家补习班 OK 我是中午到了这边 然后我大概逛了一下车站附近 然后拍了一下车站附近的一些设施 现在我在这边的应用商场 这边吃了个饭 然后大概的逛了一下 怎么说呢 其实乡下都差不多 是不是 乡下其实都长得差不多 尤其是这种商场 反正还是有些区别就在于什么 在于这边的自然风光 我打算去看一下这边的自然环境怎么样 然后我看一下谷歌 这附近有一家叫做 北原森林公园的地方 我打算去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看一下自贩机这边的物价是啥水平 还行 比东京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 也没有特别便宜 卖瓶水 100块刚好 穿过了一片住宿区就到了这边 这个入口说是进公园的路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公园了 这边还有个小孩子娱乐设施 然后我们往前走 他说前面有守谷城的旧址 我们刚好去可以看一下 说不定还能看到城堡呢 是吧 刚才过来的地方那边全是住宅区 所以他们直接从家的后院直接可以到这个公园里边来 挺不错他们 刚才我看了一个房子可牛逼了 顶层 然后78平方 可以养宠物 24小时可以扔垃圾 徒步到车站只要7分钟 2780万 不过它是建了10年的二手帆 但是这个条件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守谷站直接到敲夜园的话 30分钟不到就可以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件很好 就是现在还贷不了款 贷款的话必须得付个两成的首付 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你看有山有水有树林的 还有小孩子在这玩 也不是一个老年人特别多的城市 我觉得是还挺有活力的 这边有情侣在约会 前边有老年人在散步 左边呢 这边有一些人在游玩 但是现在人少 乡下的这些地方人基本上就没有 然后我现在已经摘掉了口罩了 很难得可以在外边摘口罩 我看到那边有棵树长的 挺好玩的 我们去看一下 它是歪的 是个斜的 哇 这里虫真多 这棵就这棵树 它是斜着的 你们看 就它一个在这儿 特别的显眼 我要是以后住到手骨来的话 我要给这棵树命名冷水松 这么大个公园 又没什么人 真的挺适合拍视频的 有时候搞一些活呀什么的 就觉得空间不够 然后在外边的话 又挺扰民的 也没有一片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块森林公园挺好的 好了 我们已经到了 这里就是手骨城的遗址 什么都没有 白期待了 我今天是来登山了吗 这怎么这么多 像山里边的路一样 我在这边走的时候 顺便跟大家说一些小知识吧 就是如果打算以后在日本居住 租房子都还好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你可能得看一下 你的那个想买房子 它的地名叫啥 因为地名和它以前的 所处的环境很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地名 如果带一个谷 山谷的谷 或者说带三点水的话 那就说明 它以前很有可能地势特别低 然后被水淹过 所以由此而得了这个名 比如你看我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叫 莫里亚守谷 是吧 它以前的地势就很低 因为它有水道 它有水道 所以它叫守谷 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呢 你们想一下 比如说池袋 三点水 对吧 看到这种名字之后 你们可以去查 查一下它以前是啥 因为很有关系 如果有这种地名的话 它有可能以后 来一个大水 来一个台风 有可能会被淹 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你要去住一个地方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古地图 古地图 比如说什么江户时期的那种地图 对 比如南千柱这个地方 它以前是处刑场 就是所有的犯人呀 坏人啊 抓了之后 全部到南千柱去砍头上吊 然后上吊了 砍头了之后呢 尸体一般就现场扔了 就扔在那儿 然后那里的话就是什么呢 瘟疫啊野狗啊 然后什么的 就像一幅那种什么地狱汇圈的那种感觉 以前就是这种 所以日本人 现在的日本人呢 会觉得那边阴气比较重 但是如果你觉得没事的话 其实也可以去住了 我走这么多路 太累了 而且今天天气又特别热 33度 我得中暑 得赶紧回车站 然后去找一个咖啡店或者什么的 哪怕是个售货机也行 补一下水 我还一边走一边说话 累 又累又渴 又热 好 看到那个房子的话 大概就知道车站往哪边走了 我就顺着它去找 对 说一下我为什么今天要跑到首谷这个地方来吧 其实就是我以后不是想在日本买房吗 但是东京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 在东京有点住不起 也不是说住不起吧 贷款的话其实都能住得起 但就是太贵了 所以我就觉得日本的乡下其实也不错 就是离东京要稍微远一点 如果要上班的话 可能会稍微多坐一些车 但是房价会便宜很多 但是我对东京的乡下又不是特别的了解 就郊外的这些城市没有怎么来过 我唯一去过的就只有主播 所以我就打算拿着相机到这边来拍一拍 来看一看 这些地方到底是不是居住 如果以后在这买土地或者买房的话 到底方不方便 然后生活到底能不能习惯 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下东京的郊区 这样的话一举两得是不是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摩利亚 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挺乡下了 挺乡下了 但是也没有乡下到那种程度 就不是到处都是田的 你看也是有稍微高一些的楼 也是有一些集中住宅的 其实这种地方我是比较喜欢的 比起东京 东京到处都是高楼 就太压抑了 你们懂吗 大致来看了一下的话 那这边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乡下的地方 就是也不算特别香 也不算特别橙 橙香结合布 橙香结合布 那具体的房间的话 我应该会打在屏幕上边 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 觉得这边适不适合 值不值得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